王两香 钟 莫恭敬地一低头起身去开门 来人是那个将未成想带到百乱之地的昭雪人 昭雪人笑容可居地问道 酒兄好 不知跪教圣女可休息好了 在这里住的习惯不习惯 老酒不能让太岁觉得她鲁莽还没用 于是努力定了定神 又成了混积难况的老油条 甚好 多谢昭雪人兄弟 不凭禅 不凭则鸣 昭雪人沉冤铲敬 大家都是同路人 不必言谢 那昭雪人简单寒暄后便开门见山道 是这样 我家主上听闻圣女驾到 特意在望南楼设宴 想给圣女接风洗尘 不知圣女可方便 魏诚想书地回过神来 昭雪人的主子 那不就是把南郊变成郊土的幕后黑手之一 老九不敢自作主张 回头用眼神请示魏诚想 魏诚想藏在桌子底下的手攥紧了 这一次他没有问转生幕里前辈的意思 只对西平道 书 这个人我得去见 把脸遮上 天际阁的人见过你 免得壮见 西平盯住了吕诚意 对魏诚想说道 去吧 我给你兜着 倒霉的吕诚意不料自己一照面 就把牢底漏了个干净 他只觉自己灵感毫无征兆地被触动 突然有种被高手锁定的感觉 那强烈的危机感来自身后 还不是眼前这两个天际阁的人 西平就看见他后背一将 神识迅速小范围地探了一圈 是的 西平能感觉到对方的神识 即使吕诚意探出的神识 没有碰到任何一个人 难怪梁臣只剩一具枯骨 也要赖在转生幕上装神 原来做神明是这样的滋味 在西平眼里 吕诚意一举一动都放大了无数倍 西平一抬头能看见对方的正脸 垂下眼眉心却能看见吕诚意的任何一面 细微的小动作 眼神的落点 探出的神识 甚至隐约能看见他周身经脉中 灵气涌动的方向 西平又新奇又震惊 同时他心里生起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 这个吕诚意知道自己在梁臣的监控下吗 一定是不知道的 只要还是个人就不可能受得了这种监控 哪怕这俩老头有一腿 吕诚意此时以为一切尽在掌中 却不知道自己完全在别人的掌控下 那么这世间会有真鬼神吗 他此时此刻又在谁的注视下 这事往身里想 简直能让人走火入魔 幸亏西平天生心大 很快放在一边 反正他不拜神也不信鬼 他试着收敛心神平心静气 压住自己逮到吴长一的兴奋 果然 吕诚意很快就感觉不到他了 疑惑地放松下来 随后西平见此人收回神时 隐晦地看向了一个人 嗯 正常情况下 这时候不应该观察一下灵昭里的脸色吗 毕竟注击修饰的灵感强 假如方才不是他的错觉 附近真有未知高手 注击应该是最先感知到的 但吴长一为什么看了安阳公主一眼 这一眼其实很可能是无意的 毕竟长公主是难况第一把手 人又长得好似视线磁石 下属心神不宁的时候 扫他一眼也正常 可不知为什么 西平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他便开口问道 吕师兄什么时候开始在矿上跑押送的 吕诚意压下心理不安 回道 这说来话长了 又快两百年了 哇 西平感慨了一声 没心没肺地扭头问旁见 师兄 那不是跟咱们梁总督的资历差不多了 吕诚意心里一突 一抬头 正对上旁捡那双刀锋似的眼 他又忍不住看了安阳公主一眼 不过狗活两百岁都能学会打算盘 人自然也成了精怪 吕诚意猝不及防地挨了西平一个敲打 却只是一顿随后便滴水不漏地吓道 不敢当 梁师兄是南矿第一批铸矿管士 早年为家国牺牲过的 我资质差 道行也低微 哪里配合他比 梁师兄调回金平可也有几年了 近来可好 旁捡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多谢关心 我前些日子刚去看过他 挺好 三人一番寒暄暗潮汹涌 旁人却不知道梁晨已经被劫中收了 赵振威热情地说道 一听殿下召唤 我就知道是天机阁的大人到了 早在四北楼订了桌酒席给二位接风洗尘 旷就在这 也跑不了 旁大人 西世子 咱半仙毕竟没壁骨 还是以食为天 安阳长公主半开玩笑道 倒显得我不周到了 赵振威长袖善武 一点磕瓣也不打地接了长公主的玩笑 三言两语就张罗了起来 旁捡已经放出了因果兽 无可无不可地随了主便 摘了不见光镜 让赵振威领着 往四北楼走去 这百乱之地 鸟都不来 唯有咱们大碗筑地车水马龙 赵振威一边走一边见上 由以旺南四北二楼闻名 做的都是从孤本古籍上抠下来的南河特色菜 旺南楼更地道一些 四北楼按着咱们晚人口味稍有改良 不少别国人费尽心机弄一张通关文碟到咱们矿上来 就是想来尝尝这南国就位 诶 诸位师兄 咱们到了 只见热闹的驻地小镇上 离码头不远处有两座酒楼 一座朝南 一座朝北 中间隔着一条街 二楼沿崖相对 露台相望 飘出来的酒箱混在一起 是传说中的南河花酿 这时 西平灵感一动 一辆马车正好与他们在路口相会 未成想含着零食 正见缝插针地大作吐息 忽然听见转生木里的前辈说 你现在往马车外看一眼 小心不要露脸 看一个穿灰长袍的中年人 未成想一惊 疏得睁开眼 一言将车帘掀开一脚 第一个撞进他眼里的却是个锦衣青年 虽然只露出侧脸 五官却几乎晃花人眼 那人与苍茫破败的百乱之地格格不入 未成想不由自主地眨了下眼 心道 哪里来的金贵人 这样好看 然而这念头只匆匆一闪 他怀抱血仇步步惊心 能轻易吹皱少女心的杨柳峰 亦如过眼烟云 未成想很快便将视线 从那青年身上拔开 搜寻穿灰长袍的中年人 追在一行人最后的吕成义 只觉怀中转生木一热 他不动声色地回头看了一眼 对上了一个少女的目光 未成想冲他一笑 吕成义积不可查地一点头 确认了彼此的身份 车与人擦肩而过 说 未成想兴奋地在心里问西平 穿灰衣服的就是你吗 放屁 西平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我让你看的是吴长一 给我记住这张脸 这是他真脸 未成想点点点点 不早说 白笑了 老九只见圣女挂上车帘 一张小脸上笑容迅速消散 又崩成了冷若冰霜的样子 不由得一阵胆战心惊 心说 圣女现在还是凡人身 方才要不是她先开车帘 我都没察觉到一前辈就在附近 太岁果然在她身上 她越发恭敬 到了望南楼门口 先一步跳下车去 以手搭街 伺候圣女 未成想不客气地踩着她下车 就听门口迎他们的招雪人低声道 望南楼是咱们兄弟的产业 安全 雅间早背下了 请 马车挡住了未成想售销的背影 一街之隔的四北楼 大掌柜亲自出来接柜客进门 赵振威介绍道 四北楼是咱们驻矿办匿名出的资 自家地盘 咱们要用 便不接待外客 没有闲杂人等 一街之隔 先人往南 斜碎朝北 街上人来人往 行商带来货物 就地出手 再将南江奇货带走 因此到处都是摆摊的 离望南四北楼部远处 还有个杂耍台子 两个百乱民在那台上的铁笼中卖力地互相撕咬 然本地人早不觉得新鲜 驻足者寥寥 收赏钱的伙计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矿工的孩子们不知从哪弄了一个风筝 牵着线一通风跑 风筝还是往下掉 砸到了一个清河泥的苦力身上 那苦力背着重物 为急躲闪 脏兮兮的帽子给风筝砸了下来 露出一张畸形的面孔 也是个百乱民 三成的百乱民生下来 就像没有神志的疯狗 其他虽然长得没有人样 但多少还算是人 可以自愿拔去牙齿支甲 去各国驻地干苦力 或是木灵兽 矿上的顽童们见惯了百乱民 也不害怕 抢回风筝 撞了那苦力一个猎切 苦力蜷缩着不吭声 等顽童跑远 才小心翼翼地捡起帽子戴上 目光落在此时胜负已决的铁笼里 苦力与喘着粗气的胜利者对视了片刻 又麻木地背起东西 继续往前挪去 顽童们兴高采烈地声音沿街传来 见名 见名 唉 这帮没家教的恶童 望南楼的店小二殷勤地对魏承响说道 姑娘留审脚下台阶 魏承响没理会 目不斜视地走了上去 有人替他拉开雅间门 一股澎湃的灵气汪了出来 四壁 地板 屋顶都画满了繁复的法阵 瞬间消弭了南疆淡淡的暑气 一个颇为富泰的男子起身相迎 笑道 不平缠 神骄久矣 昭雪人们恭敬地低头行礼 叩称主上 在下千日白 那富泰男子道 九先生 六十姑娘 快请入座 老九代替圣女韩轩道 白老板一杯雪酿灌醉了金平成 给这年节添了好喜庆的一把烟花 好大手笔 好大气魄啊 不值一提 千日白哈哈一笑 连连摆手 不值一提啊 辛苦六十姑娘了 大老远 护送我门徒难归 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你家太岁可好 魏丞祥睁大了眼 恍惚间 她透过眼前一身贵气的男人 看见了烧焦的女尸避不上的嘴 少女的五官向袖住的车轮 在面纱下面缓缓推出了一个 有点鬼气森森的笑容 多谢 太岁让我给白老板带好 再送你上路 四北楼里 西平三言两语成了赵振威的亲师弟 分享了罗仙子不作人一事八百条 相见恨晚 两人抱头痛陈前修寺清修之苦后 西平随口栽赃装亡 我说我就不是那块料 都是我闹表兄 死活要把我塞进前修寺 赵振威自然顺着他说 也摇头叹道 世子肯定比我强 我才不是那块料 只是家父为了让当年的大选先师看我一眼 真是绞尽脑汁 又是搜罗明珠 又是便寻清矿田 我在临时床上整整睡了一年 天天做噩梦 唯恐先师看不上 辜负父母期望 西平文言 倒了杯酒 杯口放低三分 清热的与赵振威碰了下杯 哎 师兄 咱俩可真是同病相怜 有缘 都欠了姓陈的人命呢 你说巧不巧 充满南河特色的菜肴流水式的上席 西平作着花酿 一边听安阳公主痛臣南矿苦携碎已久 一边听千日白针鞭石壁大放厥子 赵振威起身敬酒 表示开年第一趟押运船 也是他调来南矿后第一次带船队北上 惶恐不已 权杖林师兄和西世子 西平这混子是个场面人 顺势跟着一起敬林昭离 表示自己就是个凑数的 安阳长公主也叹道 林师兄这一走 我以后更无人仰仗了 我也敬林师兄吧 玉成义健壮起身作陪 矿上真离不开师兄啊 林昭离被一群人高高地捧着 其中还有安阳长公主这样的绝代佳人 飘得一塌糊涂 很把自己当回事的说道 殿下放心 我去内门走个手续 走完自会向师门请下山令 怎么也会把矿上的事 帮您料理妥当再走 然后就直点起江山来 西平垂下眼 就听见那一边 不平缠的老九队千日白道 这次的押运船比往常更要森严 还有筑基大能随机护送 千日白脸上笑容浅了几分 九先生的意思是我们不对这批货下手 从长计议 不 老九正色荡 依前辈让我问白老板 敢不敢 险中求富贵 怎么说 南矿的悬影外门狗内斗 那姓林的筑基目下无尘 得罪人不自知 老九一字一顿地说道 有人想在途中要他的命 千日白眼角一跳 白老板要是有胆量 咱们理应外合 趁水浑摸了这条大鱼 老九往南看了一眼 像是能看穿墙壁 跟对面的无常衣接上头 得得零食按之前太岁与诸位商量的比例分 灵气为正 若是合作得好 咱们不平缠和招雪人 以后不妨结一金兰 西平像是被猴田的花酿腻住了 低头灌了口茶水 余光瞥见正高谈阔论的林昭里 只觉林师兄的鼻子长得很妙 心说 白米内两座九楼 足有一个巴掌的人想要你命 老哥你都不打个喷嚏吗 得罪人不自知 也就是说 林昭里在茶矿上内鬼家贼 但这家贼显然是个他没想到的人 有人想在途中要他的命 他是被某个人点名户送零食的 这时 被庞俭派出去搜矿山的因果兽回来了 十多只分身凑成一只 顺着庞俭剑鞘上的花纹爬了上去 庞都统和圣兽不知交流了什么 因果兽懊恼地摇了摇头随后消散了 西平毫不意外 人家连怎么做掉林昭里都想好了 罪证看来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他一锤眼 从眉心看见呂承义隐晦地望向了周晴 这一次周晴的视线刚好和呂承义对上 安阳长公主长劫往下轻轻一压 用眼神点了下头 那眼神冰冷极了 哪还有半分六神无主 西平恍然 原来如此 他被那美貌冲昏的头醒过神来以后 就一直觉得安阳长公主身上有什么不对劲 这会儿终于知道是什么了 周晴话里有个矛盾 梁晨他们最早一批的铸矿管事 都是经脉有损 进不了天机阁才给安置在南矿 从他们之后算是给南矿定了基调 虽然同属于外门 但铸矿办是低天机阁一等的 这样一帮铸矿管事 就算集体失心疯 吃了熊心豹子的合伙排挤长公主 周晴能忍他妈二十年 这性情未免也太柔弱可期了 跟他自己讲的那个 看上了什么就必须要得到的刁蛮公主对不上 他迫不及待地答应旁捡搜矿 根本不是憋屈久了 是做好了准备有恃无恐 那么呂承意方才看长公主的两眼就有解释了 第一次他察觉到自己被未知高手锁定 怀疑天机阁还带了别的帮手 用眼神询问长公主 来了几个人 第二次他听他们做不及防地提起良辰 又去看长公主脸色 是担心天机阁和长公主一对来意 拆穿她的谎言 西平吃了一口不知是什么动物的肉 感觉这一桌菜里没几道不是甜口的 腻的人倒胃口 便懒得动嘴了夹了块荷花酥给安阳长公主 卖乖道 我娘就爱吃这个 只是怕食多动手衣带紧 不敢多用 秦怡天天为矿上的事操劳 多吃点 周晴欣然接过去 顺势问候其永宁侯府 西平拿出平时哄她母亲的本事 将长公主哄得眉开眼笑 秦怡啊 你还不如不套这层关系 单纯色诱呢 我下来下来 你走 我下来 你走